他需要多大力要打高远 所以说我需不需要锁住的 你可以锁住 但你别使那么大的劲 因为炸了 高远球要锁住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爆发力 他就不需要锁的那么狠 明白吗 你现在要打多大劲 你一个高远球 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手机都不用拿了 来我骑着他打 你就说打一个高远球 你要顿多大的爆发力 来 躲开 打在步了 你打个高远 你要用多大劲 你肯定来 高远 出镜了兄弟 我踩不到的放心 你说刘教练 你他发的没到位 OK 那我就往街外稍微打一点 我就打到 但哪天后边是吧 我一样的这个感觉 我一样的感觉 来 看出多少 打到凳子了吧 这个可以了吧 我站在这个位置 出界出的比这个多 足够出界了吧 你要知道你只要拍个正 打高远他就根本不用劲 为什么很多教练说 你拿苍蝇派 小臂带动手指 放松抓紧 他都能打到后场 因为高远球 你只要挥派正 他就不费劲 你怎么打 他只要是正的 你是从后往前击的 那为什么你轮那么大 球反而出不去呢 因为你的发力 根本就不是从后向前的 我觉得我见过很多球友 这种不依赖 卷腹 依赖什么 全转 就你认为侧身就为了转 你就认为 从右往左转的力 要带动球盘从上往下回 你听听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你听听这合理吗 你侧身是为了什么 脚蹬地转宽 往上一蹬人处处 一个后宫姿态 从而重心左转右 出卷腹 所以所有职业运动员 他的发完力之后 人都是往左歪的 为什么 有重心右脚 偏移到左脚的过程 人一边向正转 一边向前卷 一家一家就是左前方 这是腰腹发力 靠的是卷腹 他靠的可不是转 第一 你腰腹发力就不正 第二 挥拍 人还没有转正就击球 挥拍的时机不好 人才转到这 就开始挥拍了 提前倒拍了 这是什么 著名的错误动作 提前倒拍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走是朝外的 你一边转一边挥 你的动作是这个方向 看到没有 从这边看 他是先往右右 兜回左 从分解动作上来看 你现在是这个状态 球拍在你的左边 在你脑袋的左边 你挥到最高点 再拉回身体右侧 而且来拉回身体左侧 左右左 你哪来一个 从后向前的力量 最简单的 啥都不需要 你只要能把盘拿起来 你能把这球盘往后挡 往前打 你但凡能做这个动作 你都不可能说 我这动作 手机大哥 你但凡能做一个从后到前的动作 你躲开 让大家看一下 出界有多少 来再发 发完你就躲开 好不好 我也躲开 大家看一下球怎么飞的嘛 来吧 需要什么力啊 往后站 他需要多大力啊 打高远 所以说 我需不需要锁住的 你可以锁住 但你别使那么大的劲 因为炸了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劲 打高远球 打高远球 和我打收掉的力差不多吧 比批掉肯定是小使的 比批掉小多了 比滑拍掉也小 高远球仅仅比我轻掉 使的劲大 收掉使的劲都比高远球大 你记住啊 收掉我得克制力呢 这一下一收还挺累的